哈喽大家好我是負責出去的小麥 哈喽大家好我是負責買買到今天我們拆個盒子 好的 草莓乾 今天是草莓乾 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最喜歡吃草莓乾 我拿拿一次草莓乾咯 又大又飽滿的草莓乾來咯 散裝的嗎 散裝的 我們一拿盤子 來 是不是太小了 怎麼就這麼一點 有點像那個小紅棗是吧 感覺一個一個的曬乾的乾倒 對有點像 而且顏色也挺像的 來嘗一下 嘗一個大的 哇 整個全是酸味 有草莓味嗎 完全沒有草莓味了 它這個水分也都沒了 你看 嗯 那就草莓乾嘛 肯定沒水分了 這個那種你跟糖果一樣 軟軟的 糯糯的 裡面是空氣的 對 沒什麼水分是吧 水分完全沒了 我看你吃起來總感覺像吃蜜枣一樣 但味道不一樣是吧 有一點硬也有一點軟 有那種感覺 總體它還不錯 但是沒有新鮮的草莓好吃 新鮮的草莓水分很大是吧 那種有水分 這個當然是乾了 主要是現在新鮮的草莓我買不起 太貴了 接著那些 看著很新鮮的草莓真的很貴 我記得應該幾十塊錢一斤吧 便宜的也要一二十塊錢一斤 一斤的話也就那幾顆 因為現在草莓都挺大的 十塊錢 就這麼多 對 一小袋 但十塊錢的話能買這個買挺多的 哈哈哈 吃不起新鮮的我們也可以吃一點草莓乾嗎 味道文他就喜歡吃甘果一類的 我感覺這也不算甘果 說是草莓乾但是它也挺黏的 是吧 裡面還是有水分的 不是完全的那種乾呀脆呀那種是吧 不是不是 水分呢就是有那麼一點點 就像葡萄乾一樣 口感上應該也和葡萄乾差不多吧 這個就跟葡萄乾一樣呀 就像一個酸一個甜 放大半個葡萄乾一樣是吧 你這麼說我就理解了 我來吃個小的啊 好比這個 跟葡萄乾沒什麼區別 現在味道也是酸的 口感也一樣是吧 都是那種軟軟的黏黏的 黏黏的 那行那這個葡萄乾慢慢吃吧 其實這樣一顆一顆捏著吃的話 其實也吃得很快的是吧 剛開始跟葡萄乾一樣也是硬的 然後捏捏捏它就變軟了 就這樣子 那好啦那我們今天這個草莓乾就先 算了吧 好啦今天我視頻的就點個贊 下關注留給你們想要吃什麼 還玩什麼的話就在下方留言 到時候拜拜